觀眾朋友如果有最近關注新聞的話 都會記得韓國瑜跑去一個酒吧直播 他去講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後來就剛剛這個順利姐講的 他下午都還去開一個記者會解釋 有關鋼山路逐道 我們深厚人都有討論 然後晚上他就去迷陀了 觀眾朋友其實這件事情之後 我先說結論 只會讓韓國瑜從新加坡 馬來西亞回來以後 現在有四份民調 他的總統的參選 雖然他沒有說他要選都第一 那麼下一次第五份 第六份 他依舊會是第一 而且領先幅度只會更多 為什麼 大家去看 在當時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天的行程是這樣 剛剛就人姐有看 他的這個漁村是五點半就起床 他有發行程 那之前前天晚上也是到一點 他都在做市長該做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臺灣二十二縣市 哪一個市長 已經至少去果菜市場 跟漁市場去夜宿 而且一大早三四點起床了 那他在做的是推展市政的工作 那他有沒有添加班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釋訪漁村是五點半 還有一個穿紅色衣服的這個阿姨 因為太累了 坐在那邊 蹲坐在那邊 大家記得對不對 十點應該回市政府開市政會議 原本是沒有取消 當天臨時取消 然後後面下午三個也都取消 所以取消四個 所以那時候我還記得 很多人都在講說 他身體是不是真的很不好 他是不是很虛 韓國瑜併了取消行程 這是蘋果日報二月十九號的新聞 韓濱還說沒有啦 爸爸直播的時候沒罪 大家在討論 那時候跟總統府圖抱著事情 然後第二天二月二十號 王丹還取消 這是三立新聞網說 勸勸他吧 太累生病 取消行程 新聞局長王犬秋表示 韓市長這幾天操勞 體力不支 所以就休息了 所以事實就是他沒有去市政會議 事實就是他告訴人家 他太累了身體不舒服 他並不是說我因為公出 所以沒有到市政會議 所以先界定第一點就是韓國瑜生病沒有出席 他接下來四個行程的事情 是當天大家都知道了 至於他填的價別 是公駕還是公出還是病駕 我們把它翻出來看 我現在也還不知道 而價別跟第三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會議紀錄 現場的會議紀錄的人 把他寫括號公出這件事情 並不影響韓國瑜當天 是因為身體不舒服才去行駕